第四章 《傷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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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時05分 我開始由緊張變成朝急 我們是否約錯了地方 沒理由 明明那天一起說五支旗桿等 還是我說錯了時間 應該是說中午12時 還是因為甚麼原因 她不是在路上遇到甚麼事吧 那我應該等到甚麼時候 我在五支旗桿下不斷繞圈 你知不知道我在這裡等著你 差不多兩點了 會否發生了甚麼事 等了那麼久,我沒理由離開 你看 那個米… 你在哪裡 對不起,我遲了很多 不要緊 也不是遲了很多 不好意思 剛才我因為趕著米 還是沒事了 然後… 你…怎麼了 為甚麼突然哭 剛才不是發生了甚麼事吧 剛才我在小巴上 睡得太久 睡得太久 睡著了 然後呢 然後差不多到黃河戲院 那個司機很大聲地問 是否有落 我嚇到整個蛋了 然後我就馬上衝下車 你不是被一個粗心大意的司機碰到 是嗎 當然不是 我由於太急 我留了一個佛迪斯文 在小朋友上面 蛤 還要是九年輸的 我辛辛苦苦做暑企工 做回來買的 是Anti-Shot加甚麼的臉 你說是否哭三天都補不回來 唉呀 對不起 如果不是我弱你 就不會搞到你掉了手機 你…不要這樣 糟了 我現在應該做甚麼好呢 謝謝 當時五枝旗桿周圍的人 都看到你在我面前不停哭 我想他們一定是以為我們在罵架 或者是我弄哭你 當時其實我真的很害怕 因為除了我媽媽 試過哭苦哭忽地跟我說 你再讀不成書 就沒有前途了 真的沒試過有女人在我面前哭 當時我也嚇到方塞塞 我又沒有理由 好像電視劇那樣 借個肩膀讓你捱過來 在我一生中也願愛護你 不過我想說 那時候我突然有一份 很想保護你的感覺 我會知道 眼中的光彩 正是你來前 第一眼見你那時候 你很巴渣 很強悍 原來穿著長裙 哭到雙眼紅色的你 都有軟弱的一面 現在想起 其實我應該在那一刻 才真真正正對你心動 我願意 因為你好可愛 你不會這樣 你不會想起 你心動 你會想起 想起 然後到他 你會想起 我還會想起 你會想起 你會想起 真的很鮭魚 第一次被男生約出界 就哭得什麼眼以口鼻都沒有了 那我真的很肉痛 除了Buddisman之外 還有我Leon那種 但願不只是朋友的CD 真的肉痛死我了 你…其實挺好笑 我一直不停哭 你紙巾也沒有 手巾也沒有 肩膀也沒有 只是整個傻瓜 站在旁邊看我哭 我當然知道周圍 有很多人都看著我們 他們肯定以為是你弄哭我的 不怕跟你說 其實當時我是故意哭那麼久 因為你那個又怕又不知所措的樣子 又真的挺有趣 還有那一刻 我是深深感受到你是緊張我的 我想我就是由那一刻開始喜歡你吧 那我突然間怎樣 如果你想回家的话,我没有问题 当然不回家,这么辛苦才能出来 我是问你,我们现在应该去哪 我也不知道,或者你有什么地方想去 你尴尬,尤其是你约别人出街,你什么都不想 不好意思,我打算你想去哪我就去哪 我没想过,就算有想,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 行,我现在立刻想 你还特意穿了一条米黄色的长裙 真的很漂亮 下个星期放榜了,你有信心吗? 没什么,你呢? 确实炒硬了,我不是读书的材料 我没所谓的,最麻烦的是我父母 肯定有一段时间打我 你父母又是很烦的? 是呀,总之就吵吵吵吵吵 整天都要管着 我父母也是 还整天抄我的日记簿来看 你父母也是这样的? 我妈也很喜欢这样 所以我现在特意在日记簿上 每天写着,读书… 我想父母每个都是这样的 那你将来打算做些什么? 我最想就是读电脑 将来可以做电脑工程师 不过CS很难入 现在,读到中六才算 你呢? 哈哈,我一点大字都没有 读完书,舒舒服服地找份写字流的工 三十岁前结婚 还有我很喜欢小朋友 我最想就是做个好妈妈 想不到我们可以聊这么多 当时我在想 不知道三十岁的时候 我又会是怎样呢? 你是我全部黄色黄面 也是我来日每一天 当你是人家妈妈的时候 我又会不会是那些小朋友的爸爸呢? 想不到我会想到这么远 那一刻的画面,我也很记得 那天虽然我心情很差 但是天气其实也不错 有一片蓝天,小小白雲 又有游和的海风 人海中,只爱你一夜 我们两个就敢站在尖东的海边 讲一下过去,讲一下未来,讲一下人生 藏于我内心那日记 原来你都不是锁得了的 有理想,又肯陪着我这个失魂落魄 兼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孩 看来,你也是一个挺稳重,可靠的男人 偏偏是爱意 到我们讲到没什么好说的时候 你就在袋里拿了一部Dismant 把其中一边的耳朵给了我 当时是播这首歌 不知道你是否特意选择这首歌的呢? 下一站是炮台山 The next nation is Fortress Hill 其实学有些歌都真的挺好听 多谢你介绍给我 真的好听的 不如我借给你听 你拿着景定震慶 我现在也没机器 那我借给你 怎么办 那你就没得听 不要紧了,我可以回报寨厅 你现在没了机器 你晚点再给我吧 谢谢你,谢谢你陪了我整天 之前还要等了这么久 不用客气,人人都说我很有耐性 无论多久我都会等 那我可否再约你下个星期六 好… 好的 五次旗刚等? 好 不见不散 不… 你到了,下车吧 那我先走了 我下次会回来的 再见 再见 請小心车门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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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结束了我们第一次的约会 在我继续坐车回家的时候 我还不断地回味着 我好像还闻到你身上飘过来的气味 我甚至连车都不想下来 所以特地搭了去柴湾总站 然后才再搭车回到北角 不知道我表现成如何呢? 你对我会有什么评价呢? 真的很想快点去到下个星期六 那我就可以再见到你了 这份感觉是否叫做挂住呢? 还是其实我已经在恋爱呢? 由于我最烟爱呢? 到你了 去吧 去吧 我回來了 這麼晚的?跟誰去玩? 沒有,跟Gordon而已 快點放下東西,坐下吃飯吧 我跟爸爸有些重要的東西要跟你說 為甚麼你們的樣子都這麼嚴熟 坐下吧 爸爸,你說吧 就這樣的 加拿大移民那邊就批了 我們決定下個月就走了 疑問?下個月?